北京时间10月30日消息 2021年,法国羽毛球公开赛继续进行 5个单项的4强和半决赛对阵出炉 陶田贤斗2-0横扫印尼对手鲁斯维托 晋级4强 日本队整体表现出色 将冲击4个单项冠军 此外,韩国队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因为奥运冠军安赛龙退赛 陶田贤斗保住了世界第一 并且,日本名将是本战比赛的夺冠热门 如今,南丹八竞次淘汰赛 陶田贤斗展现了上加状态 21-19,21-11 陶田贤斗直落两局获胜 接下来的半决赛 陶田贤斗的对手是长山甘太 日本得比将打响 另外一场半决赛 周天成对阵韩国选手许公希 女单半决赛 同样有两位日本选手 山口西VS韩国选手安喜盈 高桥沙也加对阵印度选手新度 女双半决赛 日本组合辅导 刘继东也有沙 对阵韩国组合李绍兮深深赞 另一场也是日韩对决 松山奈未至田千阳 对阵金昭运孔熙荣 男双半决赛 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 对阵韩国组合高成炫深白哲 另一场是印尼德比 吉迪恩苏卡穆约对阵法加尔阿德里安托 混双半决赛 邓俊文谢盈雪对阵丹麦组合克里斯迪安森伯尔 日本组合杜边勇 大东也有沙对阵泰国组合德查波沙西利 也就是说 在四个单项中 日本队都很有竞争力 其中 男单已经锁定了决赛资格 女单 女双 混双 都有很大机会晋级决赛甚至争冠 韩国队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也有四个单项晋级半决赛 国宇因为连续作战 先后参加了苏迪曼杯 汤姆斯杯 尤博杯和丹麦公开赛 因此没有参加本战比赛 上一战丹麦公开赛 国宇也仅仅拿到一个单项冠军 因此 国宇全队暂时休整 这是明智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中国人的洗凳 观点過 请不吝点赞